平川说亮镜天天聊魔兽 大家好我是平川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一场FQQ的非主流对抗 本场对抗FQQ他又是双强吉他 好我们看一下双方的一个出身点位 地图选择的是TR归岛 出身在地图左上角是蓝色的人组ID FQQ大Q神 本场对抗他打的时候旁边还有一个小女孩坐着 FQQ最近的直播效果确实是越来越好了 好我们看一下他的对手出身在地图的右下角 红色的兽组ID阿贵 这个名字相当亲切 平川好像记得有一个同桌就叫阿贵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同学也叫阿贵 好看一下本场对抗双方的一个英雄选择 兽组这边选择的是先知 1.27版本也选择先知吗 好我们看一下FQQ选择的是双敲集团 首发的是血法师 那这一局不是火魔提阿拉啊 血法师大战兽组 我们接下来看看双方的一个发挥啊 兽组家里暂时没有放战争模仿 还是先知配大技 FQQ的话尤其是双敲啊 所以说血法师赢在起跑线上 利用这点时间差 哈赶紧练一个大点 来开局的话 明兵一敲三三二二练了练了啊 五个明兵 这一波看看放火一烧四个单位全中 好看看装备如何 另外一边先知出来的话直接去抓 所以由于是1.27版本啊 所以有可能是出生在进点位的 狼还是要侦查一下 好一看不在进点位 那应该就是参对立面了啊 血法师开局是一个加六的攻击之爪 好专备还行继续放火一烧 这一波还是要敲民兵的啊 不敲民兵有点难练啊 先知抓了过来 哎 小海龟还有没有抢到 先知的话这个输出还是少了一丢丢啊 狼一招 接下来的话就是处理一下血法师了 民兵把这边的先知给赶跑 接下来看看双方的一个小细节了 先知大技继续居杀一下这边的民兵 那血法师躲架里去 你敢进来吗 你敢进来我就关门 又敲了一波民兵 接应一下大哥 现在血法师的话是有攻爪的 平A一下 这个输出呢也不低啊 先知要小心一点点 好 两个人开局就开始打了 FK给我一看 一根塔好像不太够 继续补一根塔 这个手组啊 不是属于对练形对发意 而是选择过来进攻 所以家里塔还是要多一点 这毕竟自己没有造兵营 好 两头狼继续去追 血法师的话只能够往里退了 一退再退 先知 那小心啊 这一波要进去被堵在口子 那可能就出不来了 好 科技情况 受足的二本已经升好了一半 FK给我刚刚开始升二本 所以说受足科技领先 那部队数量也是领先 倒是FK给我家里的民兵非常的多 不造兵营 却是用民兵代替这个步兵 是吧 好 血法师两级了 那接下来练哪个点位呢 好 这个四级海归 这个先知倒是大气啊 居然没有把这个四级海归给收掉 好 FK给我民兵一敲 我继续练啊 这一次的话练一下中间的一个商店 血法师呢 还是要练到三 三级之后 节奏他就来了 这里要不要买个道具 买个鞋子 单传啊 天黑两件套 安排一波 四民兵 再加五民兵 九个民兵 这个待遇那是相当的高 身上暂时没有药膏 抽一下这个蓝胖子 哦 残血的民兵 转移一下仇恨值 好 这一波的话 看看会死几个农民 哦 这个农民 哦呦 好 完整闯一下仇恨值 这个农民赶紧转移一下仇恨值 很细啊 暂时还没有挂掉的 可以 血法师 终于还是到三级了 三级之后 嘿 这冲被 哦呦 先知又抓了过来 可以 先知表示 嘿 思议来说 刚才没有把你摁死 但是我抓人还是厉害 好 这一波农民 杀掉三个四个 杀了四个农民 哦 这一波农民 能不能安全到家了 这一波火力有点凶啊 先知到有闪电链了 家里 好 又有一根剑塔了 又杀一个农民 这一波的话 先知抓了五个 即将是六个农民了 要不是先知 哦 没有交闪电链 哎呀 小心 血法师走打 好 先知要交TP了 开杯哦 所以FKQ抓机会的能力还是非常的强啊 血法师 拼A的攻击力还是有点高 那拼完这一波的话 家里商店赶紧造好吧 这血法师这个血线 骚扰力度不太轻啊 好 回家商店造好 慢聊一天 可以去了啊 这个时候先知 补一下状态 科技二本已经升好了 哎 升好了这个掠夺 好 他应该是看见对手没有兵营 还是想霸王硬上弓啊 拆一下箭筑 来 兽足现在继续发育 二英雄出来了 小Y一个B FKQ 哇 买了两个小动物 嘿 又开始Q式练级了 看他怎么练 好 放火一烧 那还是烧数 然后坐到里面去 放个小动物 卡个位置 来 小鸡 好 来来来 把野怪勾过来 小动物站好位置 按个H啊 按S没有按H 哇 这把火烧得舒服啊 血法师三级 有二级火 接下来还是要把这两个绿皮 给解决一下 两个绿皮对于血法师 还是有一定的威胁力的 来 再放火一烧 全体都有 可以 绿皮倒下 那接下来 慢慢的耗就可以 哎 这个时候 兽足也在附近啊 练完这个脸 小Y打了个回二戒指 哇 兽足要不过来看一眼 好 没有 他选择是继续练 谁能想到啊 旁边竟然发生这么大的事情了 好 血法师 继续炸 先把这个蓝 炸干了才说啊 下里奥本身好了 好 兽足 三三二二练完 这一波先知 马上到三级 兽足这一波练级 练的也是有点透露 好 FKQ继续再练这个七级黑胖子 真的是想把最后一滴都榨干啊 七级黑胖子表示我谢谢你 哦 兽足刚好过来练这个点 突然发现 嘿 闪电练一交 可以 七级黑胖子直接收掉啊 装备经验值全拿到 FKQ 惨了惨了 成为大公仔了啊 好 这一波的话 兽足可以 这一波抓的完美啊 FKQ 腿了腿了 这现在好像很多人都会抓 但这个兽足感觉是无心插柳 是吧 他是这个点练完 这个点练完 没办法练这个点 结果发现这么好的事 好 卸法师三级了 哎 本来要造四级的 可惜 七级黑胖子经验值没有拿到 那兽足这一边的话 这波经验值吃的饱饱的啊 三二的一个等级 好 直接要过来进攻了 FKQ家里 还是只有三根塔啊 兽足的话 有这个白牛 灵魂练一套 整体部队 还是比较扎实的 FKQ继续过去啊 抓一下对手了 好 过来一看 哎 对手不在这个点位 那懂了啊 就在对手那个点位了 那兽足已经过来进攻 FKQ的话 这个建筑学能守住吗 三个狼旗已经生好了掠夺 好 拆一拆建筑 那这边又有一个狼旗过来了 马上四个狼旗 FKQ的话选择的是 嗯 对拆 好 放火一烧 二级火雀石给力 小骨弓 看看能烧死几个 好 兽足反应过来赶紧钻 嘿 还是倒下一个小狗狗 大忌过来 好 血法和大忌应入 那另外一边的话 这边冥兵敲出来 被塔点的还是很难受啊 兽足要不要回防一下 身上呢 没有TP啊 没有TP 要回来只能走回来 这个大忌拼不过 这个血法师了 这里继续放火 哎 血法师可以升到四级 尽管一闪 四级了 这赖着你家不走了 哇 兽足想强上 这一波群部稍微吃了慢 一丢丢 一个狼藉倒下 还要硬拆吗 FKO要不要单传回来 现在狼藉 哇 又倒下一个 受读的话 操作还是慢了一丢丢啊 那这一波 死了两个狼藉 并没有拆掉 但是呢 因为有掠夺啊 所以说应该还是有一点小收入 好 血法师 我就不回了 有个加六的弓转 还有一个无敌 确实胆大 哎 狼藉起来了 这一波血法师应该是要交鸡屁了啊 狼藉起来 哇 悠住你单传 你单传 我就网打断 好 白牛回来了 嘿 就缺你的蓝了啊 谢谢白牛送的一些魔法值 有蓝之后 进去放火一烧 哇 三个小鼓弓倒下 这一波血法师居然还烧得如此漂亮啊 一不小心血法师快到五级了 狼藉打断单传 那血法师只能TP 这一波TP之后 狼藉要不要去抓一波 不过有商店啊 好 FQ就把对手埋伏一下 第一时间 隐身 隐个身 嗯 美中不足 没有蓝屋啊 哎 这个蓝屋它取消掉了啊 好 没有蓝屋 刚才是人口卡住了 出不了 那没办法 只能够吃血瓶 狼藉 狼藉 好像要开矿了啊 发现这个对手 老是来骚扰自己 搁着我的主矿使劲蒿 那我嘿 我再开一个矿 我唠你好主矿 小歪 双线练级 终于升到了三级 三级之后有二级治疗波 公爪回二戒指 先知的话 当时只是个智力加三 血法师 衍生 来了 好 这一波四级血法 再烧一会儿 马上到五级了 这一级血法师 练级经验值吃的波多 当时杀小苦公经验值吃的 饱饱的啊 好 阿贵 继续先知 再加首波 五 这边 哇 放火一烧 这两个地洞都可以烧掉 来 这个火放的非常雕钻啊 小苦公 地洞 基地 好 基地好像没有烧到 来 兽续 又想去进攻啊 但是发现 血法师有点 有点调皮 这个血法师没有TP的啊 要很小心 好 跑了 跑了 这一波FKGO 可以三个四个民兵 过来要偷矿了 开个矿 然后血法师 才可以放心大胆地在外面骚扰 兽续回防 血法师他跑了 要不出个巫衣 好 分矿的话已经放下了啊 兽续的分矿 放下了 有机会开好 FKGO 也开始开矿了 我们看一下兽续能否发现 现在先知三级 小歪三级 继续练吧 打了一个抗模 FKGO 血法师又来了 那现在已经是4.8级4.9了 马上五级了 五级之后 这个三级的火啊 烧得是更加的恐怖 兽组 由于是1.27版本啊 他呢 要升城防 必须升三本 升三本 有战争魔法啊 才能升城防 二本升不了 那血法师又来了 这个血法师的骚扰 其实让对手很难受啊 好 继续放火一烧 一般来说啊 打血法师这种 你不要着急 巫衣必须要出 巫衣插好眼睛 血法师 来了之后 埋伏好啊 把血法师给整回去 来这里抽一下 先知 好 哦 要数一个遍 这边要顶无敌了 顶个无敌 哎呦 再放火一烧 血法师还想把输出打满 但是好像杀不了兵啊 如果能杀到一个兵 升到五级就舒服了 好 血法师再一次 回城回城啊 回城 家里情况其实也不多啊 也就300多 这个分框 看看能不能开好 分框开好 哇 三根塔已经好了 舒服 受阻这一波被骚扰的有点够呛 这个时候受阻的话 应该要去外面侦查一下啊 一般血法师疯狂在你家里耗 要么他在偷矿 要么他在暴兵 我们看一下 FKO血法师还差 十九点纪念值 来来来 再杀一个小虎工啊 就圆满了 杀个小虎工圆满 这边想抓 人家是隐身的呀 哎呦 还是没有去出乌衣 好 两个民兵过去继续征援一下 那接下来FKO 看看能不能发现对手在这里开了矿啊 不过现在来好像也来不及了啊 放火烧不掉了 过来一看 好 懂了 这边有分框 那等你五个农民之后 我再过来烧 现在还烧不到什么东西 收拾 嗯 练个744 这边小歪打了个大无敌 好 血法师 他又来了 这一边的话 FKO 双线链接啊 就是让血法师赶紧到五级 就差一丢丢了 差五点经验值 好 五级了 五级之后 三级的火 哇 这把火烧起 不得了啊 BBQ了 来 苦工倒下一片 地洞给你拆了 哦 这个手足也发现FKO开了矿 由于有灵魂炼啊 有灵魂炼的狼奇 拆它还是比较给力的 小歪 二级治疗波 哪一口 那FKO这个分矿 应该是保不住了 主要呢 是自己也没什么兵啊 好 血法师单传回家 这一波矿能不能守 有梦想的话 就明拼一敲 这话TP过来 但是危险很大 塔的话万一被拆完 那这一波估计就回不去了 所以呢 分矿还是放弃吧 这一波 我也偷偷的点下这个白牛 哎呀 灵魂炼套起来 来来来 把这个白牛给点死 可以 白牛点掉一个 那血法师继续骚扰啊 反正就杀小狗工 杀小狗工 等自己的资源啊 拖到一定程度 就可以拼正面了 三级火 打一波团战到六 火凤凰一出 正面就可以硬钢了啊 好 FQ的分矿 还是被兽族给强拆 兽族的话 已经做好了团战的准备啊 两本群补 那血法师又来了 三级火一烧 哇 这兽族已经卡人口了啊 最后一个地洞给你整了 要不要叫TP 先知表示 没有TP啊 只能回来 再放火一烧 那兽族的经济 确实搞得有点难受啊 刚才是小狗工一直死 现在是农民一直死 现在是地洞一直被拆 好 这个磕多出不来了 来 血法师 有没有TP啊 有TP就好啊 没TP 血法师就走远了 临走之前 再榨一下先知 好 加个TP FQQ过来好像交了三个TP了啊 不过兽族现在有分框 我们看看兽族的经济如何呀 84477 确实经济非常的差 FQQ 340多块钱 嗯 阿发一个山丘 那接下来血法师继续骚扰 然后山丘有条件的话 双线练一下 山丘练到三 就可以拼正面了 哎 这波兽族又来了 血法师一记看在眼里啊 那山丘还是不要轻举 妄动 哇 手足又一波 要反打了 这被动防射打得好郁闷 好 看见你要来 那赶紧装里面去 你不手动控速减速速 山丘捶一下 然后他打伤害 FQQ 来了 听说 你想重新再造 好 血法师站好 这火放哪个好呢 反正 最好是地洞也能烧到 或者基地也能烧到啊 来 放火一烧 可以 小苦弓又烧死吗 好 烧死了两个 这波兽族也来了 这兽族能强拆进去吗 这波兽族也是火气很大啊 被血法师搞得有点焦头烂额 狼藉没有深攻防 好 灵魂练一套 稍微的硬硬丢丢啊 身上两本裙补 来 治疗波 来一口 先拆个鸡弹 这波要不要秒一下山丘 一级山丘 有点跳啊 血法师不走了 看看家里能不能守得住啊 守不住血法师回来 守得住 血法师就不回来了 这一波狼藉 哎呦 被塔点得有点难受啊 破法很硬 一打不动 小歪的话 57 魔法师并不是很多了 好 血法师还是回来 哎 回来 牛手动控速 放个火 对手的话 第一时间 驱散一下 跑 好 幸好反应还是快啊 这三级火 要是烧得舒服的话 就不得了 拼完这一波 守租正面好像已经不太好打了啊 FQQ 只要把山丘练到三级 正面的话 基本上就可以跟对手啊 打一个五五开了 现在双四的一个等级 全部刚才吃了一本啊 好 围章建筑 拆它一下 守租的喷框 现在比较舒服 那血法师又来了 家里住矿 农民的话 已经基本没有了啊 那血法师可以考虑去分框 烧一烧 山丘 双线练级 练完这个点 这边点挨个也练一下 差不多就到三级了 好 这一局血法师 应该是七进七出了啊 其受阻加里 过来一看 没东西烧了 嗯 好像还有一个分框 好 这分框 再搞他一下 山丘 哎 这山丘练得很细啊 就怕对手在这里抓自己 反正把野怪勾回家 山丘升到了二级 来 血法师又来了 放火一烧 哇 这两个地洞的位置 血法师表示 深得我意啊 一篝火 三个剑主 全中 哎 兽子没有回来 直接硬上 那这一波的话 山丘可能要被抓了 好 放火一烧 来 两个地洞烧掉 可以 血法师马上到六级 那另外一边 哦 这里炼击被抓 幸好女巫有隐身啊 山丘可以跑 这边的话 两个女巫倒下 哇 要死四个法师部队 这一波兽子 抓的也是舒服 好 血法师六级了 火凤凰一放 正面开始了啊 三十五人口 山丘山丘 两级 这一波火凤凰输出 打得不错 血法师 占一个好的位置 民兵要不要敲出来 血法师 哇 这波火上的又是舒服啊 兽子这门群 不提前吃掉了 来 火凤凰的位置 很刁钻 坐在塔后面 兽子 哇 这一波法师部队 差点秒掉 两个人都是迅速拉开来 好 拼完这一波 兽族的部队状态确实也是非常的差 分矿能运营起来吗 兽族现在 好 还是卡人口啊 农民暂时出不了 那只能够继续继续啊 造地洞 好 血法师 他又去了 火凤凰 重新涅槃 山丘的话 马上2.5了 2.5了 然后再练一下这个点 直接到3 血法师 好 再干击一下这个矿 把这个矿给拆了啊 受则的话 已经大半天 没有踩资源了 真的是被血法师搞得难受啊 你给他硬撸吧 他又躲到塔后面 这个塔的伤害呢 确实有点感人啊 好 FKQ 过来练这个大点了 练完这个大点 山丘就毕业了啊 收足分矿 农民在上面补齐 好 看见你大部队 嗯 那我直接去你主矿搞了啊 又把你的地洞给烧掉 这边两个男巫 差点跟着大哥过去了 幸好反应过来啊 好 山丘三级了 三级山丘 明明可以就地开个矿 哇 哪里还有一个 这是经验之术吗 哦 敏捷之术 吓一跳啊 来来来 装备到手 虚法是六级 现在FKQ 一千多块钱 可以开矿 来来来 开矿 好 收足狼级 收足的狼也是侦查到了 原来你在偷矿 那这一波 没有塔了 收足可以正面拼一下 FKQ39人口 收足是43人口 双方人口差不多 英雄等级方面 FKQ领先一丢丢 好 刚好 火凤凰 重新涅槃 这个部队状态也是舒服 嘿 这个小动物还出去了啊 马上找机会 来来来 双方正面相拼 上来 放火一烧 山球 敲个地板 哇 这个输出 有点炸裂 现在破法 非常硬 雪法师 再抽一下 再放把火 这两把火 这两把火 放下去 收足的部队 死得死 伤得上 真的是惨啊 来 雪法师 现在赚单还很不错 倒是 收足啊 一直砍这边的男女巫 好 男女巫 请你量 但这两个英雄 怎么处理呢 又一把火 放下去了 火朵倒下 白牛 一身血 火凤凰 嘿 收足的话 已经上头了啊 刚才居然没有 把这个蛋给点掉 那火凤凰 一涅槃 其实你两个英雄 可以打的 小歪倒下 波山球敲个地板 先知 立马倒下 收足 嘿 素质还挺高啊 打出几几 我们恭喜FQQ 那这一局的话 对手 稍微的 有点太急了啊 如果说早早出个巫医 不至于此 好 我们恭喜FQQ 喜欢本场对抗的朋友 记得点阅不关注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